社会消息来看到8号晚间9点多 高雄有一名23岁的男子从健身房返家 没有想到就在开车行经光滑三路时 疑似精神不济完全没有刹车 就直接撞到了停在路边停车格内的四辆轿车 强大撞击声响吓坏了附近的居民 警销货报到场幸好驾驶送一之后没有大碍 监视器画面拍下四台车原本好端端的停在路边 但没想到后方突然出现一台黑色轿车死豪没有减速 碰得一声直接撞了上去 这么一撞全部车辆往前推移了好几公尺才停了下来 而听到强大撞击声响 大楼住户全都撒了好一大跳赶紧出来查看 五台轿车板筋全都凹陷 而首当其冲的铁灰色轿车车尾几乎变形 现场一片狼藉 好像看来蹦起来 一台警察车我说一定跳下车 租三年的 这长租的 就报废 这起车祸就发生在高雄光华三路 八号晚间九点多 黑色轿车驾驶准备从健身房返家 没想到半路却疑似精神不济 一个黄身才会撞上停车阁内的四台车 经销货报后赶到现场赶紧将驾驶送医救治 索性没有大碍 主要是胸部有遭到撞击 那没有其他乘客 实施酒测后 他造式驾驶的酒测只为零 没有酒驾的情势 撞击当下信豪停放路边的车辆 车上都没有人员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而至于车祸的详细原因 还有带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记得张崇明高雄报道